面对寒风的考验来看看大陆的机车组怎么做的 现在有一款很夯的郁寒神器 在网路上热卖叫做挡风被 天气越来越冷 骑机车穿雨衣防风不够看 强国人有更厉害 这款挡风被外面的材质采用的是纳米的防雨布 跟我们平时所穿的羽绒服是一样的材质 就是这件叫做挡风被的玩意儿 大陆近年来冬天夯到不行 拉远瞧瞧这造型令人瞠目结舌 几乎从头包到脚就像是套了个睡袋 或是盖着一件厚棉被在骑车 到底谁敢穿上路 应该不会去穿 当然不敢 为什么 很奇怪吧会引人注意 有点像棉被多加了两个 有点怪怪 但是如果下雨天我就可以穿 其实这款挡风被原本只是盖着腿和胸前 让人骑车欲寒 不过大陆人越做越夸张 覆盖面积不断变大 现在鼻子以下还有手指头通通都可包覆 还推出了亲子款 不过像这样厚重的郁寒神器 骑车的安全性令人质疑 因为就是阻力很大 所以感觉脚会被绊倒或什么之类的 太膨了 可能会被什么东西勾到吧 羽绒外套就穿到脚膝盖以上就可以了 挡风被虽说具有强大的功能性 不过毕竟外型太引人注目 台湾也没那么冷 这夸张的当风被还是看看就好 记者黄志杰林玉玲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